跟着音乐摇摆身体 无论是踏琴板或吹奏小喇叭 演奏各种乐器活灵活现 这些全是由他一手打造 他就是可以拆装这样 看你要谁跟谁在一起 拿出各式零件边说边组装 他是乐高达人七星伟 本业媒体人 手上玩乐器的小人物 从发响到成品只花三周时间 趁下班后日以继夜反复修改 通过票选到量产 经过重重考验 七星伟成了全台第一人 选爵士乐是因为我 我从学生的时候就很爱爵士乐 那当要做这个比赛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 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Lego Ideas比赛平台上 每天2000件作品以上 让网友投票 达到1万票门槛 每年只有120件 能进入第二关审核 而一年仅有4到6件 能被选中量产 七星伟脱颖而出 创作灵感来自他的家人 我们小时候就是买奶粉送乐高 然后那时候我外婆也买了一组 城堡给我 帮我女儿买玩具 对所以开始接触乐高 那就跟她一起陪着她玩乐高 就越玩越有兴趣 跟着女儿边玩边发想 七星伟就这样一头栽进乐高世界 但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我前前后后投了4件 那上一件是做一台热狗车 那那时候大概8000多票 很可惜 每次的失败都是养分 七星伟不只让家人感到骄傲 努力不懈 加上一点运气 不只完成乐高生涯中 里程碑更要上国际舞台 成为台湾之光 再次新闻黄星辰 罗佩与台北采访报道